- 塞尿管的地方 - 塞尿管的地方 那我們就必須跟家屬解釋說 他其實他只是一顆很小的結石 塞在塑尿管這個地方 只是因為他塞太久了 然後家屬都以為說他只是平常的腰痛 所以也不去在意他 那因為他又有糖尿病 也沒有好好控制 所以造成說一般來講的發燒反應其實是一個警訊 他失去了這個警訊反應 所以說變成他的 發營指數飆到非常非常的高 那進來就已經快要休克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生押劑 插管這些全部都做了 其實最有成就感反而是我想到一個結石的病人 這個結石病人他本身有糖尿病 大概才六七十歲左右 那他一送到醫院來的時候 他其實人有點已經快要昏迷不醒了 那時候直接就進加護病房 然後白血球高到四五萬以上 那我其實很少人看到去驗白血球 一驗就已經到四五萬以上 甚至已經開始喘 所以他一開始他就直接緊急插管了 那我們就必須跟家屬解釋說他其實 他只是一顆很小的結石 塞在塑尿管這個地方來 只是因為他塞太久了 然後家屬都以為說他只是平常的腰痛 所以也不去在意他 那因為他又有糖尿病也沒有好好控制 所以造成說一般來講的發燒反應其實是一個警訊 他失去了這個警訊反應 所以說變成他的發營指數飆到非常非常的高 那一進來就已經快要已經休克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生押劑插管這些全部都做了 後來我們還做了一個精疲穿腎的引流 引出來腎臟上面全部都是濃 那引流完出來之後 當然漸漸的康復轉到普通病房 那我們就再進去開刀房裡面做一個內視鏡的手術 身上也沒有傷口 就把這顆結石給打掉 打完之後把一個內導管 讓上面的腎臟的尿印能夠順利的引流下來 也康復的出院了 那後來回診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最為有成就感就是他們家屬都來了 然後告訴我說 邱醫師感謝你們讓我們再次擁有我們的媽媽 因為他們其實真的已經一度以為他們要失去這個母親了 那後來家屬也告訴我說 我們接下來會好好注意媽媽的身體 我們不會把它平常告訴我們說腰痛 就把它當成一般的就是半重物的腰痠背痛 我們會每天去測量他的血糖這一些的 那我都覺得我從死神那邊救回這個病人之後 也改變了這一整個家庭對健康方面的觀念 所以我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對啊好 他們家人也很棒啊 對啊我覺得他們家人很棒 觀念很好 就是說當你救回他之後他們也覺得 的確只是糖尿病 他沒有好好控制 那一顆結石掉下來塞住了 造成這麼大的問題 那他們對醫護人也非常的敬重 他們很感謝我們救回來他們的母親這樣 我曾經有遇過一次 我覺得我手術非常的成功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挫折 為什麼因為 因為也是一個結石 因為結石簡單的話很簡單 大概進去裡面麻醉完 五到十分鐘就處理完了 複雜的結石你可能花兩三個小時 你都不一定看得到它 那我形容說我們在處理結石這個手術 我們是從膀胱進去用內視鏡的方式 然後走到塑尿管 那塑尿管每個人都是直的嗎 不是 有些人已經塞太久已經變形 甚至九彎十八拐 像我們北宜公路這樣子都有 所以有時候我在找的過程中到這個地方 它又要呈現這樣下來 我會彎不過去 那這個病人我好不容易 費力 這樣子又上來找到這個結石 也幫他打掉了 那出去跟家屬做說明的時候說 手術蠻順利的 那結石我把結石的小碎塊拿給他們看 看完之後我又聽到家屬就講了一句說 那也不過這麼一小顆 為什麼要搞兩三個小時這麼久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 心裡會覺得蠻挫折的 不過後來覺得 反正我就是把這件事情完成 做完了 盡了我醫生的職責 那病人也很安全的出院 對 只是說當下聽到 其實心裡會有點難過 對 就是說我花了這麼久的時間 換做其他人 搞不好在這一方面 在轉不過去的時候 早就已經放棄了 外科醫生有一個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無法預期 你很難去告訴他們 這到底有多困難這樣子 對 就是說因為手術過程中 之後我們在開刀房裡面看得到 那即使我請他到我後面 我讓他看說這樣轉來轉去 他可能他沒有事先操作過 他也不知道這個困難的點在哪裡 對 所以 有時候外科醫師的成就 只能跟同業分享 就是說 我只能在醫學會上 公布我這一段的影片 告訴大家說 我在這個Case裡面 做得還不錯這樣子 但是跟病人來講 其實 接受到的資訊 可能還是會有點落差 但是 後來我覺得啦 身為一個醫師 就是我剛才一直提到的互動 就是說我們要把 這一段落差 盡量把它拉平 這樣也比較不會有一些疑病方面的糾紛 對 真的是 我遇過是 被配偶押來的 對 那被配偶押來的原因是因為 他配偶覺得他有性功能障礙 對 那後來我是請 因為他配偶是女生比較強勢 對 所以他女生一走進來都說 醫生我老公他有性功能障礙 對 然後後來老公都不發一句話 就默默在旁邊這樣子 後來我是問他幾個問題 確認說他應該是屬於 心引進的問題啦 對啦 這時候你就可能要扮演一個 心理歷史的角色 好好幫他們 就是調停一下這樣子 好 那性病方面也有 那性病方面的話主要是 通常來講 我們會遇到這種 會有家庭糾紛的問題 就是一端被診斷出他有性病了 然後我們會請他 找他配偶一起來檢查 對 那這時候如果 我診斷出男生有的話 我會跟他說 你請你的新伴侶或老婆 也要一定回來做檢查 那他也真的帶回來了 但是這時候 為了他們家庭的和諧 我不一定會明講 我就把我該座的檢查做一做 我就說 因為老公有密切密尿道感染方面的問題 我擔心你也有 所以我還是幫你做一些檢測這樣子 那真的驗出來有了再說 對